2018年的落選港者楊帆 參選之後簽約無線 當年20歲的他 因為善氣靚洋令人眼前一亮 還被視為大熱門 但可惜最後20強止暴 早前他就拍片分享近況和選美的歷程 他竟然以很恐怖去形容 說他們幫他化妝出事 整個狀態老了20歲 又大爆薪薪很低 楊帆之後退出娛樂圈 轉行做金融業 近年他又進修港大的工商管理碩士 又創業大搞自家服裝品牌 發展得有聲有色 而且重視業外情良得意 楊帆在去年底宣布喜訊 男友送了價值過百萬的 3.5卡專界給他求婚